大家好,我是好给力,这是老外书瓶 今天,我来给你们讲,男人来自祸兴,女人来自金兴 我最近有一个哥们跟我猝吵他的女朋友,说他都蛮臭眉酷脸的 其实这哥们在自己的努力下,总算找到了好的工作 后来也买车买房了,但这些仍然还是不能让他女朋友满意 其实很多情侣或者夫妻都处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以前也是 过程是这样子,老公努力加班了一个月,总算赚到钱了 他一回家就想,我靠,我这么辛苦的让家糊口,我女朋友怎么就一点都不理解呢 老婆却是这么想的 我去,老公每天忙着我连零都见不到 不就为了赚那么一点钱吗? 他其实根本一点都不care我 为什么他们俩想的这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男女的需求 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说的快乐之数来了解一下 男人像小孩一样,想的很简单 比如,小花送给小王一个糖果,小王的快乐之数就是1 但送给他10个糖果,小王就开心死了 他的快乐之数 会增加到10 但小王不懂女人的需求 因为小花的快乐之数是不一样的 因为小花的快乐之数是不一样的 如果小王送他一朵花 他的快乐之数也是1 但如果小王送他十朵花 他的快乐之数还是1 那么不管他送一朵花还是十朵花 他的快乐之数不会因为这个增加或减小 说到底,关键是对女人来说 小事跟大事分配是一样的 其实女生不在于物质上你给她买多贵重的礼物 相反,如果在生活中 比方说你早上给她泡一杯她喜欢的咖啡 中午再给她发一个甜蜜的微信 晚上她一回家你就抱住她 给她一个甜蜜的钱钱 这样更能够满足她小女生内心的需求 一些激进的反对者会说 Gelly,这个倒是挺起来有点道理 但我跟你说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好吗 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懂女人内心的需求 所以,无论她给女友一个爱的亲吻 还是其他的物质上的表现都没有意义 反正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让女友开心 她有名的女朋友有可能会选择贵重的礼物 因为这样她至少能得到一份 过一段时间 他们会意识到彼此明明不应该在一起 可还是会再将旧者相处一段时间 等到了感情完全不能补救的时候 才会分手 哪怕你以后进入下一段联情 还是不能满足 所以,说到底 你还是感觉自己是一条单线狗 成为Single Dawn No one beside you They may love once again You cry and eat our man Ru啊, ru了一遍遍 的声称是寂寞入学 Hey!Single Dawn Single Dawn Single Dawn Single all the day GA we pray every day Fucking all the day Hey!Single Dawn Single Dawn Why not be again? No more waiting No more waiting No more friends Making me again